这一条我们就要学一下如何化解4的n次方加4的n次方 那做法是怎样呢? 首先第一件事你会发现到 4的n次方加4的n次方就等于2乘4的n次方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 你可以当4的n次方是一个微枝数x 所以x加x就是2乘2乘x 你可以这样看 问题是这个还未化解完毕 因为我们知道4可以变成2的2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再化解下去 把4变成2的2次方再加个括弧 外面有个n次方 好,那你能看到 现在2的2次方 外面再有整个n次方 后面这就是2的2n次方 但前面你也不要忘记 这个2隐藏了1次方 所以就变成2的1次方乘2的2n次方 记住这里最后一步 记住这里最后一步 同底相成 次方相加 底就是base 保持不变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2的1加2n次方 了1 1 2 6